主動脈瓣 基本上這些主動脈瓣的 這個進導管的主動脈瓣膜 它是在體外就像類似一個支架的樣子 那外面是一層金屬 裡面是豬或牛的一個組織 當作焈瓣膜本體 然後把它縮在一個小管子裡面 然後進到血管裡面 帶到這個主動脈瓣膜的位置來 那它有兩種不同的焈瓣 那因為它施放的方式不同 一種就是叫做球囊擴張式的焈瓣膜 那這個是牛焈瓣膜 那另外一種的話是豬焈 它是一種製膨式的焈瓣膜 就是它的支架 它的膨脹事實上是一種製膨式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到了定位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血管翹拉開 這個焈瓣膜就會主動的放到這個 主動外焈瓣根部的一個地方 那目前有這兩種不同的一個施放方式 至於病患要選擇哪一種 其實應該還是以醫師的專業意見 為最主要的一個考量 因為大部分的病人其實兩種都適用 但是因為它的施放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根據特殊的病人的一個解剖過道的不同 讓專業的醫師去選擇 根據最新的歐洲心臟學會的一個指引來講 就是基本上只要超過75歲以上的病人 他確實是罹患有症狀的嚴重主動外瓣膜狹窄 那他的目前的第一優先選擇 理論上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筋導管主動外瓣膜製患 當然如果是75歲以下的病人的話 這個時候適不適合做筋導管主動外瓣膜製患 或是用傳統開心手術 這個部分其實就需要心臟內外科團隊一起共同研商 幫你選擇一個對你最有利的一種治療的方式 那我想是需要內外科醫師一起參與到你的治療決策裡面 過去有很多病人是因為刺發性的 也就是心肌病變或是心肌梗塞的病人引起了心臟衰竭 那心臟擴大之後的二間半關閉不緊 那這樣的病人大部分共病太多或是說心臟功能很不好 所以這樣的病人如果往年他去用傳統開心的方式 這樣的治療對於病人來講其實都風險相當的高 那近幾年來一樣有一個比較實證多一點的 叫做這個筋導管的二間半修補術 那做法上是有點像是一個定書機的東西 經由古靜脈來到右心房 然後在左心房之間穿了一個洞之後 進到左心房 然後再進到二間半的方式 把關不緊的二間半做一個夾潛的方式 有點像夾子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二間半夾起來這樣子 透過這樣夾起來的方式 二間半的逆流就會減緩很多 那有助於病人在後續新衰竭的一個治療上面的一個進展 那這是目前另外一個 精導管這個半膜治療的一個另外大突破 那最近也有一個精導管二間半的一個衣材出現 應該在近期內也會達到台灣的認證許可 不過這樣的一個治療可能就不是從股動脈 他們必須要從這個心肩的方式打一個洞進去 然後幫病人的二間半做完全治方的一個手術 當然目前這樣的治療都僅限於病人 沒辦法接受開刀高風險的一個族群 並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適用於這樣的一個醫材和治療 所以他也需要更多的一個經驗和實證來瞭解 他可以適用的一個族群的範圍這樣子 目前還是有一部分的精導管的手術 是經由股動脈去治療 病人術後把血管竅拔除的時候 過去我們常用的方式就是 請比較年輕的醫師幫我們做局部的加壓的方式 病人需要躺在床上的一個時間 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有些最長的病人需要躺12個小時以上 這樣對於病人的不適感是增加的 當然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根據股動脈的精導管治療 我們會有一種血管閉合器 那可以透過血管閉合器 那幫我們很快的把這個股動脈這個 穿刺的位置的血管傷口 可以把它閉合起來 那可以大大的縮短病人躺在床上的一個時間 那這個都對於病人的舒適感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這樣 當然越來越多精導管的醫材 包括我剛剛提過了 因為半膜性心臟病的治療 現在透因為精導管主動脈半膜製患術的成功 那也越來越多的這個公司或廠商 還有科學家願意投入這方面的研發和治療 我剛剛講 除了主動脈半的這個治患以外 二間半的這個修補 那甚至目前進染到肺動脈半的治患 三間半的修補 這目前有越來越多的醫材 正在芳心胃愛的加入的人體的研究 有些已經在市面上已經可以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治療的出現 不過有於它的證據力和實證性稍微還不就那麼多 所以大部分的病這個治療可能還需要用自費的方式來做進行 所以這個部分有待於未來更多更多的經驗和醫材的成熟度 我想未來這樣的一個治療實際上是值日可待 有間賺的都沒有的 我不是會有的 但我並不想要收拾多一點 你可不得了